一个枕头 视讯介绍防疫宿舍的环境 终于顺利来台读书 14天不能出门更是满怀期待 希望出去的时候 我可以好好认识这个新的地方 因为我来过这里 镜头来到慈大 这群镜外申刚结束检疫 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难熬 房间又大 四个人房间一个人住 塑料袋发出来的声音就是 到点了他们已经送饭给我们 就非常的有顺序 然后有跟着时间点 所以就觉得慈大就是把 就像我们在检疫 他们也把我们的生活 照顾到非常好 校方努力接住疫情变化球 境外深入住被分成两阶段 9月1号前来台 可以住在学校防疫宿舍 9月1号以后 只能住到校外的防疫旅馆 此刻大20人 此刻大16人都还没办法入境 我们也已经启动了 安心就学方案2.0 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网路课程 在线上修课 这一部分 可以确保学生的修课品质 学校也会协助安排旅馆 准备好相关文件 期盼他们来台这段路 能一切顺利 大新闻随随随闻国家 邓明尼华联报导 特别是